我們今天其實都是在她的死線的時候 正式跟她們給封信她去交代我們 為什麼我們是不需要去交給她所有的資料 都是講過幾個原因的 我們第一不是那個道理人 第二她自己都用錯法論 她不可以說合理相信我們是 就叫我們做事的 第三方面就是都講過 她的封信違反了所有自然公義的原因 沒有跟我們講查什麼都用錯法 沒有跟我們講 支援會跟他們所查的有什麼關係 沒有跟我們講過 為什麼說我們是韓國管理人 根據這些理由我們覺得 她的封信本身不合 我們是不需要去遵從一些不合法的事 你們怎樣提供那個人的問題 法律上我們要提供那個 現在是國安權 濫用權利 她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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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防禦是一個封信 她是否強行來 由你努力到要拉回來 是一些不出入的事情 她迫害肯定是有的 你要去抗抗她 她覺得她 不要打抗她 那一陣子我們報了什麼 但是以後的時期和你們有什麼事情 很多人說 你只是進去出不來 我想跟香港人說 要繼續抗爭 不要那麼快 不要屈服於一些逃利的強權之下 不要屈服於每天要去說謊 每天要去給香港所信 更可能在自己的生活空間裡 順利自己的良知 我是32年來 做了31年常委 那我自己是外國人 他現在說我是外國的 代理人 知道那個會名叫做 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聯合會 我們明明是外國的 現在我們做外國代理人 做外國代理人有三個條件 收外國錢 被外國指使 為外國的利益去做事 那才是外國 代理人 我們完全剛剛相反 我們受誰指使 我 我 就是受天安門的英靈 天安門犧牲了的人 指使的 意思是說 死了之後 他們每天每天都指使我 我們做的所有工作 不是外國指使 我們沒有收外國錢 我們完全不是為外國的利益做事 based 支聯會 五大綱領 從釋放民運人士 一個去 建設民主中國 全部是为中国的利益做的